民眾黨當然不會有負短 有問題就面對 像他們的文化局長有 有要爆料 我就讓他爆料 高安那邊也會準備他們過去對他的 一樣也有蒐集他的資料 所以 我覺得兩方都公佈以後 社會大眾自然會有一個評論 我們引進第三方的外付集合機制 不管你對這個什麼姓騷 或是對這種什麼抱怨 或是說檢舉這種染黑染黃事件 我們是由外部第三方先受理 然後做初步的查核 然後大概有調查結果 再送我們黨中央來處理 那我拿來 用來檢視告分剛好 那前一陣子他民眾黨被人家用 染黑染黃來攻擊 我的態度是這樣 既然是人家有批評 我們就來轉過頭來檢視說我們哪個地方做不好 那我們內部會批評說 哇這個怎麼會 人家不是用放大鏡在檢視我們 人家是拿電子顯示鏡來檢視我們 不過我還是反向思考 我覺得有時候趁這個機會 把我們的系統制度弄得更好 也是一個辦法 第一步我們把整個黨你知道 具有黨職的 全部清掃一遍 檢查一遍 看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每個人過去有沒有什麼前科 全部把它調查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要思考說 那以後如何避免再發生 第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我們引進這個第三方的外部集合機制 就是說不管你對這個什麼姓騷 或是對這種什麼抱怨 或是說檢舉這種染黑染黃事件 我們是由外部第三方先受理 然後做初步的查核 然後大概有調查結果 再送我們黨中央來處理 那原則上是由秘書長來監視這些 人家初步調查結果 那這個也 但是為什麼要用第三方的機制 也確保我們內部不會吃案 因為如果 如果他這邊沒有處理好 他外部會計合說你到底有沒有處理 那處理結果他們會在通知舉報人 所以引進外部的第三方集合機制 可以避免吃案 第二點 在一個機構裡面 像我們也不是那種很大的機構 還可以自己內部設立真空處 所以這也是一個比較像是 把這一種查核機制 變成這種委外的方式 我想大塊這一種中型公司 所以才是一個不錯的機制 另外我們開始思考 我們關於這些我們的標準 是不是要重新修令一遍 一般黨員 還有黨職的人員 還有將來要提名競選公職人 應該他們都有不同的程度的要求 那當然我也不會贊成說 以前有犯過錯就完全不準 但是那個拿捏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還在做制度 因為這個要修改這些規定 還要送中央委員會同意 所以還需要一點時間處理 我看一看這一陣子 經過差不多三個禮拜來 我們處理的 雲林有三名黨籍幹部停職 有另外八名 他自己就自動去職 那台北宋山區主任 他任用的時候沒有問題 但是在任職期間 因為有被盤刑 然後赤斗公權 那台南招舉報社防的幹部 他早就已經不是我們的黨職人員 那最後一個是台北宋山區主任 他是紅線維庭被開了兩張滑單 不過他不能用兩張滑單 就變什麼黑社會大哥 這個就太過分了 所以我們還是這樣 解決現在的問題 避免以後發生 還有追究過去責任 我們都按照這三個步驟去做 高雄安這件事情 對你的衝擊你怎麼來評估 第一點 台灣民眾黨當然不會有負短 有問題就面對 那 他昨天真是有跟我報告了一下 他跟那個 前文化局長那個事情比較簡單 我想是 既然文化局長說 他今天中午要上節目 不過高雄安那邊也會準備他們過去對他的 一樣 也有蒐集他的資料 所以 我覺得兩方都公佈以後 你知道 社會大眾自然會有一個評論 所以 就這個跟文化局長的爭議 這個就等他們雙方公佈以後再處理 大概我知道他本來是說 本來新竹市要辦跨年緩會 後來陽文科縣長 新竹縣陽文科縣長跟他講說 新竹縣市一起處理 但是都委由民間辦理 所以原來編那個預算就不執行 所以這個整個故事來用期末聽一聽我大概可以理解 這部分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不過我想是這樣 既然他們的文化局長有要爆料 我就讓他爆料 但是我知道高雄安這邊也有準備他的資料 所以等兩邊處理完再講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我倒覺得一樣 我倒覺得這個制度先上任 先上線你知道 剛好拿來查一查 不過像你剛才講那個家人干政你知道 這條怎麼定義 一樣啦 我的態度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底部 不過這個 我們就剛好這個制度要上線 剛好拿來 用來檢視告分剛好 那個李中廷先生的事項 不好意思 我想高市長跟他的團隊 要趕快釐清這個相關的事項 能夠讓這個新竹市政能夠穩定下來 其實所提到的這個跨年的事情 真的 新竹市跟新竹縣政府 我跟陽文科縣長 我們已經打成共識 就是在今年 我們其實不會辦跨年的活動 所以更沒有所謂的外界 外人可以去干涉 或者調事情的空間 房子的部分 其實我也 我也說過 就是其實這個部分的租屋 是在我的朋友這邊 李先生來處理的 在這個部分的一些租約 或者租賃的部分 因為 畢竟我不知道是 連鎮署 或者是針鋒處 或者是地檢署 如果說已經有做一些相關的告發 那他一定會進入調查的程序 那我相信他也會將他租屋的這個租賃的這個事情 也會來跟相關的檢調人員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人員 會來做一個報告 在我的部分 那大家也知道 包含像是連鎮署 或者是 今天我也看到像新竹地檢署 也已經開始進行一些相關的調查 那我昨天也完成了新竹的市政府的正風處 所有的一些面談跟調查 那我也出事了 我在搭乘我的司機 他如果用私家車來載送我 跑公務行程的時候 那其實我都有就是匯款給他的這個證據 對 所以 所以其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講完 不好意思 所以 所以其實像先前一開始 大家所講的說 搭這個私家車的這個爭議的部分 會不會有所謂的貪污或者是收賄的問題 我想昨天我也已經跟我們新竹市政府的正風處出事 我會管給這個司機大哥的這個證據 那至於外界所說的這個市淑亭的部分 真的是一個烏龍爆料 因為市淑亭那一台白色的Infinity 它只是停在我們市府的停車場 它其實完全沒有栽送過我 而且我也沒有搭乘過它的這台車 所以 我覺得對於市淑亭當時是發言人 我其實也覺得很不好意思把它捲入這個風波 但是他也已經 對相關這些不實的事情的 這些造謠的人已經也提出了告訴